这是一个平凡的早晨 弟弟妹妹在院子里玩耍 十岁的帕特里克开始了他忙碌的一天 他先是快速打扫完屋子 然后把锄头敲紧 拎着小桶往树林里走去 这是一片杂树丛 藤蔓 荆棘和满地荒草 看着根本没有什么果实 在一个都是石头的地方 帕特里克开始刨地 可底下什么也没有 他换了一个地方继续刨 仍然没有 翻翻找找几个地方 终于挖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好像是一种根莖 帕特松了口气 他来晚了 这里已经被别人挖过了 所以他非常害怕挖不着 弟弟妹妹从昨天开始就没吃的了 他不能空手回去 挖了很长时间 他只找到了一点点 但他不能再耽搁了 他得赶紧回家做饭 十岁的帕特有五个弟弟妹妹和一个生病的奶奶要养活 四个月前 父母发生意外 双双去世 帕特作为家里最大的哥哥成了顶梁柱 帕特把挖到的这些小根筋放在锅里煮 水开后他把锅里的水倒掉 然后拿给弟弟妹妹 锅子刚刚放下 弟弟妹妹就围了过来 帕特自己却远远走到一边 食物太少了 弟弟妹妹很快就吃完了 帕特非常饿 但他一直在忍耐着 趁没人注意 帕特悄悄进门 咬了一盆凉水 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 然后他又拎起一个木头做的盒子 走出家门 这次 他脚上穿了一双明显不属于他的鞋子 帕特要去的地方是他的工作地点 一个用泥制作成砖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大的土坑 帕特要把它做成合适的泥 他光着脚快速地踩着 动作熟练的就像一个成年人 你能想到吗 那是一个十岁孩子做出来的模具 我真的很佩服他 砖厂主人告诉设置组人员 帕特手里的木头盒子 即使是用来装泥的模具 那是帕特自己做的 挖坑活泥填平模具 然后搬到空地清洁地面 再把泥砖倒出来晾干 整个流程 帕特做的 Als品牧场也是一种 温度的历史 里面是某天花 时代我需要 頂候天花 水 都要除了 空地约 在父录坑活泥的存在 在父录坑活泥上 在父录坑活泥上 很愧疚 可她只能待在家里 照看几个更小的孩子 为了减轻帕特的负担 奶奶几乎不怎么吃饭 她说 生活对她的孙子 太残酷了 她赚不了钱 但她可以饿着 奶奶可以饿着 但最小的弟弟不行 早上的那一点点根筋 早就消化完了 弟弟饿得大哭 可家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奶奶决定出去要一点吃的 帕特如坐针毡 她怕奶奶要不回来吃的 于是决定也去邻居家里求助 家家都很穷 谁都没有多余的粮食 可好心的邻居 还是拿出了一些风干的老鼠干 给了帕特几只 旱季的时候 老鼠干是非常难得的东西 孩子们知道今天有老鼠吃 都高兴极了 帕特生好火 然后把老鼠干放到锅里蒸 一会儿的功夫蒸好了 孩子们迅速围过来 他们太久没吃肉了 互相抢了起来 好在最后 每人都分到了一些 帕特也象征似的吃了一点点 看着弟弟妹妹满足的笑脸 帕特稍微松了口气 睡觉之前 他还有一项工作要干 那就是给弟弟妹妹 把脏衣服洗了 然后 再带着他们到河里洗个澡 可他实在太累了 也太饿了 他恳求最大的弟弟 帮忙洗一下衣服 可惜 弟弟不愿意干 他说自己已经干了好多次了 今天不想再干了 帕特很难过 他说自己不怕辛苦 但他最伤心的事情 其实是弟弟妹妹们不听话 帕特再一次妥协了 他决定先带着弟弟妹妹们去洗澡 脏衣服留到明天再洗 小河里 弟弟妹妹们开心地玩耍 帕特却依然心情沉重 明天又是没有东西吃的一天 每当无助的时候 帕特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妈妈 可他知道 这一切最终只能靠他自己想办 天亮就去刨地 喝口凉水就当吃饱饭了 然后饿着肚子搬砖一天 这是一个十岁男孩的生活 但他没有一句埋怨 他用瘦小的肩膀扛起了七口人的天 希望这个竭尽全力的孩子早一点摆脱饥饿 希望幸运之神能够眷顾他 哪怕只是一点点 像帕特一样苦难的哥哥不止他一个 在非洲一个难民营的棚草屋前 一个小婴儿坐在地上 他只有十个月大 却已经没有了爸爸妈妈 他努力地从门口爬向他的哥哥 因为他困了 哥哥把他抱起来轻轻地搂了一会儿 然后将他抱回屋子准备哄他睡觉 这间屋子有一张床 兄弟五人轮换着在上面休息 十个月的小婴儿睡在地上 大哥约瑟夫今年十五岁 现在是全家的依靠 六个月前 五兄弟的家乡发生战事 他们的父母全被打死了 约瑟夫抱着当时只有四个月的弟弟 领着三个能跑的弟弟 一刻不停地跑 他们活了下来 然后在这个四处漏风的难民营里 艰难地熬着 约瑟夫很绝望 四个弟弟全都看着他 但他却让弟弟们连一天吃一顿饭 都满足不了 连续两周了 他们一天里唯一的食物 是长在难民营旁边的杂树叶子 约瑟夫带着三弟去摘 二弟则留在家里照看最小的两个弟弟 他们不知道这种杂树叶叫什么 只知道把它放在开水里煮 能煮出粘稠的绿糊 在难民营的六个月 三弟已经会熟绿的生活煮饭了 他用木棍不停地搅拌 想让汤变得更稠一些 一小盆绿色的叶子汤做好了 五兄弟围着菜盆做了一圈 除了最小的弟弟不能吃 其余四人 每人只能吃上几口 叶子汤有些苦涩 但比没的吃好多了 约瑟夫很快就放下了勺子 他想给弟弟们多留一些 毕竟 这是他们一天中 唯一的一顿饭 小弟弟只有十个月 他不能吃这个 约瑟夫忍着饥饿 走出家门 他要光着脚步行两个小时 到有奶牛的地方 给他乞讨一些牛奶 这是他一天中 最为艰难的时刻 他不知道 今天自己能不能成功带回来 六个月里 他每天来来回回走在这条路上 所有能给他牛奶的人 他都乞讨过了 在这里 没有谁的生活 是容易的 两个小时不停地走 约瑟夫终于碰到了放牛的牛群 他拿着两个空塑料瓶 来回观望四周 但却正不开口 他被拒绝的次数太多了 并且他知道 这些工人也是在给雇主照看奶牛 可他不能空手回去 一个妇女 在设置人员的请求下 轻轻拉了一下约瑟夫 示意他 跟着他走 他说 我不能给你倒一整瓶牛奶 要是主人发现牛奶少太多 那可是大事 我只能给你这些 小半瓶的牛奶 只够弟弟吃一顿 如果就这样回去 弟弟要饿上两三天 因为牛群 每隔两到三天 才会来这里一次 约瑟夫继续等待着 他想多要一些牛奶回家 但没人再愿意给他了 约瑟夫很焦急 他觉得自己应该去另外几条 从未去过的路上试试 那里或者 能有人愿意给他一谢 回去的路上 约瑟夫的脚步很沉重 最小的弟弟还不能长时间 忍受饥饿 他哭起来的时候 太可怜了 可自己什么办法都没有 这里是难民营 所有人都活得非常艰辛 谁也无法长期 去照顾几个年幼的孩子 父母死后 约瑟夫从来没有在弟弟们面前 表现出悲伤 他无比思念父母 但他不能说 更不能哭 因为那样 弟弟们会更加难过 父母死了 他是弟弟们唯一的靠山 他必须坚强地面对一切 只有这样 弟弟们才会感到安心一些 战争夺走了约瑟夫 和四个弟弟的一切 直到现在 他仍然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他说 只是因为我出生在这里 我就要遭受这些 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办 我只能自己面对 以后的每一天 苦难不断 身心饱受挫折 在连饭都吃不饱的地方 两个还未成年的男孩 为了自己的弟弟妹妹 能够活下来 正在竭尽全力地 和命运抗争着 这里是记录 真实记录 世界每一个角落 感谢关注